我們又去旅行了 這次我們去斯洛維尼亞 就在奧迪利和克羅地亞中間 行程包括首都Lubriana Lickback 還有兩個洞穴 今天我們就會去首都Lubriana 現在1點半本來還有半個小時就到了 不過它因為基建故障 所以要在這裏等一個小時才可以再開車 遲了一個小時到 現在很餓 是下午3點 調查完之後立即要去吃東西 我們住的酒店有11層樓高 從天台往下來很漂亮 我現在看看這間房間 有咖啡機 還可以煮東西吃 這兩張床 我以為這裡是鏡子 其實不是 是還有另外兩張床 很棒 嘩 有這麼大的衣櫃 是誰呢 哪裡來的 看外面是鏡子 外面的屋子好像很破破舊舊 在外面的屋子好像很破舊舊 在外面的屋子 進去廁所看看 嘩 也挺漂亮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了 是不是發現有很多車派到呢 因為在舊城的中心是不讓車進去的 所以只能把車派到舊城的外圍 走進去或者踩單車進去 在市中心也有時會見到一些電動車 可以接載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 雙層人士或者孕婦 就像這樣 好 我們先吃這個 吃個小腸 沖機 咦 但也沒有開嗎 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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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看吃什麼 哇 很香啊 這個我們上次在克羅地亞吃過 這個 我們也可以再試一下 我吃一條腸 一半 一半 就四個半 一條 就七個半 我們先吃一條 一條 第一時間先吃一條腸製 它有不同的醬汁 我專門吃一個芥辣 嗯 很美味 很汁 很汁 它呢 送了一條包 這個包不好硬呢 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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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外面脆 裡面是軟的 很棒 不過不要牛油 要有麥牛油更好 這個好像 哦 我知道了 它那些是蜜 蜜粒來的 我也有買過 嗯 這個我就不太喜歡了 它呢今天沒有湯 本來上吃它的湯 很冷的 時間不多了 我們要出發去看景點了 幸好這裡每一個景點都很近 首先我們來到這個普雷雪倫廣場 廣場呢是以十九世紀 斯諾維尼亞 一個很出名的詩人 France Presseron 的名字 而命名的 而廣場的中間 你會找到以它為主題的雕像 附近有粉紅色的方際會聖母教堂 是採用早期的巴洛克風格而戰勝的 而這一座三重橋最初的橋樑 是建於1842年 當時只有一座石橋 是通往其它城市的唯一通道 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初 這條橋已經無法再應付日常的需要 於是到了1929年 政府決定重建這條橋 新的橋樑就變成了三個橋墩 這樣的設計 不單使這條橋更加美 還增加了它的承載能力 走過三重橋 便會去到一個很特別的市政廳 它在18世紀初 由哥德式 改建成為威尼斯巴克式的建築物 旁邊就是Robin Franton 的仿製品 那三個河神的雕像 就是代表這區三條很重要的河流 接著我們便會來到這個國會廣場 這個廣場有很多重要的歷史時刻 在1918年 就是在這裡宣佈脫離奧空帝國 而成為南斯拉夫社會 聯邦共和國的一員 到了1988年 這裡又發生了一場很重要的抗議 導致去到1911年而宣佈獨立 我們來到屠夫橋 它有一個名字 是因為過去這個地方 有很多屠夫聚集 它們還會把牠們拋圓的動物屍體 拋到河裡 但是現在屠夫橋已經變得很漂亮 在這裡還會見到這個雕塑家 Yakupada的雕塑 它每一個雕塑都代表著 一種人類的感情或者經驗 例如愛情 恐懼 慾望等等 我們來到的時候已經日落 拍出來的照片更加漂亮 接著我們會去到龍橋 在這條橋的四邊 都有龍的雕像 聽說以前真的有一條龍 住在Nubiliana 這裡 所以這也是龍的城市 代表著勇氣、力量 是城市的保護者 接著我們便會去到 Metal Kofa 這邊 它是一個很獨特的藝術社區 以前是一個軍營 一直走過去的時候 已經會見到很多壁畫 和圖鴉 當我們去到的時候 雖然只有六點多鐘 但是天氣已經黑了 所以拍照就會比較黑 但自身其中 就會多了一份很詭異的氣氛 在Nubiliana河的兩邊 會有很多餐廳和酒吧 今晚我們便會在這裡吃飯 C-諾維尼亞是一個蜂蜜養殖大國 根據統計 全國有超過9000個蜂蜜養殖場 還有20萬個蜂群 所以你們會見到很多 跟蜜蜂有關的產品 我便買了這瓶蜜糖 和這瓶蜂蜜酒 那我現在就要試味了 試哪個才好呢 就先試這個酒吧 其實我對於所有的甜酒 都很喜歡喝的 如果去台灣 我都會喝蜂蜜啤酒 看看這個 是什麼味道 乾杯 哇!它酒的味道都很濃的 看看 原來它有22% 難怪的 但是它又沒有想像之中那麼甜 哇!真的好吃 但一次也不要喝太多 很容易醉 這個不錯 如果大家去紫羅維尼亞 記得買回來試試 尤其是喜歡喝甜酒 例如你平時都喜歡喝梅酒 或者冰酒 這一種應該都適合你的 哇!真棒 接著我要試這個蜜糖 這個蜜糖我沒有時間去選 所以就選了這一種 比較淺色的 因為我喜歡清一點的蜜糖 但我回來就看看 其實原來它 是這個金合寬蜂蜜 所以我預期它會比較甜 還有花香味會比較清淡 應該都很適合我 不過我喝完這個酒 當然要洗一下杯 還有拿一下它後面 喝一杯水 清一下味蜜 放開 放開囉 本來它有一個 是小一點 包裝 還有一支蜂蜜棒棒 我覺得很漂亮 不過呢 我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 我覺得拿大一點 雖然包裝沒那麼漂亮 但是呢 它的 容量多一點 好像幾點 哎呀 還是開不到要用剪刀 放開 包裝就沒那麼漂亮 不過它這個15歐 但是小瓶那些 好像11歐 我覺得不值 下來了 嘗嘗 嘗嘗 金黃色的 嘗嘗尾 我喜歡那種 不是說很濃 味道 甜甜的 是清的 嘗嘗 真的很好啊 放在水裡 喝 我先嘗嘗 嘗嘗 嘗嘗 好正啊 之後還有一杯 可以養顏 又可以 令到喉嚨舒服些 今次這個Lubiena的行程 結束了 接著呢 我們就會去Lickback 我剪完片之後 就會放在這裡 那現在呢 就先看著我去 克羅地亞的旅程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